孙鲁藏前辈的龙行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其中也是暗含玄机 首先我提一个思考题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老前辈这个动作 他的立身中正没有了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其中的蕴含的一些积极道理 很多人以为龙行就是一个踹腿 当然踹腿没错 例如我们两个人稍微的一照亮 当我进攻他的时候 一拉开从一个侧面把对方踹到 这是一种 这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我直着顶 直着对方膝盖一攻 一攻我自己站不稳了 你怎么顶住人家 你使全身的劲你都顶不动人家 人家是个直劲 这时候怎么做呢 对方攻不攻好了 你把它掉一个斜面 你从这个角度一脚步就把他腿踹断了 另外呢 大家看他这个老前辈的龙行的这个后手 他也富含了左右的击打的方法 例如当我们两个对峙的时候 这些手一拉 可以用你的整个身体去撞中对方 他为什么后手要拉下来 后手也是有用的 这在太极拳里叫劣劲 把他的胳膊捋直了 捋直了用你的整个肩膀 将身体下沉的一个力量 你撞 很容易把对方的胳膊给打折 也会破坏对方的重心 这是左右 当然他其中也有上下的一个用法 例如当我们两个人一对峙 从这个龙行大匹马 龙行大匹马 啪的一下落下去 用你整个身体 你胳膊肘的力量 小臂的力量 斜砍了对方的颈部 后脑 这不跟咱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用力的砸后脑这个力量一样吗 所以这是龙行大匹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看老前辈的拳照 很多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美 只会从优美的这个角度去看他们的拳照 看不出里面暗含的一些玄机 他身体左右的这个拧劲 你看出来了吗 他身体前后的这个张力 你看见了吗 所以他这个动作不是立身中正的 他的身体是翻过去的 可以从对方的手上把对方撞击出去 所以这是他里面的一些拳照的玄机 前提也是你得练出来了 你才能发现其中的一些奥秘 但是你没练出来之前 应该是发现不了的